根据美国房产资讯公司的房价报告 加州是全美国房价最高的地区 在25名当中占了5席 而全美国最便宜的地区是中西部 像是纽约州的水牛城 10万块钱美金左右就可以买下一栋房子了 房价是衡量国家财富的重要竞技指标之一 美国地产公司最近对美国1900个不同的 县市的房价做了一项调查 结果显示目前一栋还有四间卧房 两个卫浴的住宅房平均价格为30万美元左右 这表明了尽管美国一些地产价格极为昂贵 但整体楼房的中间价格看起来还是很有吸引力 报告显示在全美房价最贵的25个县市中 加州就包揽了前5名 而房价最低的25个地区主要是集中在美国的中西部 结果显示美国房价最低的10座城市 10到8名平均价格为10万美元左右 第10名为芝加哥市以南的伊伊诺坎卡基 虽然是一个大都市 不过房价平均为10万3187美元 是第一家楼市的消费者的梦想之选 第9名为纽约州的水牛城 第8名为秘书里州的莫伯利 当地楼市平均价格在9万美元上下的分别有 第7名的乔治亚州的琼斯伯乐 这里的仅至于好莱坞经典名片飘中的场景最为相似 当地楼市的平均价格为9万8332美元 第6名的爱荷华州的苏城 这里多次被评为美国最适合资产和居住的新兴经济区 第5名为密西西比州的杰克逊 平均价格在8万美元的有第4名的密西根州的萨吉诺 跟第3名的密西根州的弗林特 而最平均的居住城市第一名跟第二名都在俄亥俄州 第二名是俄亥俄州的加菲尔高地 第一名则是在俄亥俄州的克里夫兰市 楼市平均价格在6万3729美元 中央电视编辑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